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省警称麦坚迪幕僚长涉嫌违背公信 删除有关取消建造发电站文件 为恩第一时间与麦坚迪划清界线 南印度洋搜索马航失踪客机有新进展 进一步确认还需等待一天 晚上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3月28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方面 安舍省警发布爆炸性的消息 指前省长麦坚迪的幕僚长可能涉嫌违背公信 指示他人删除有关自由党取消建造发电厂事宜的电邮 省长维恩立即表态与麦坚迪划清界线 警方在最新的法庭文件当中表示 他们相信麦坚迪的前幕僚长利文斯顿 允许一名外界技术专家 登入省长办公室的24部电脑 文件称麦坚迪因取消电厂风波词之后 利文斯顿寻求高级别权限 登入电脑清洗硬盘 利文斯顿怀疑在维恩上台前的过渡期间 安排他的行政助理魏文迪取得特别通勤权 登入省长办公室的电脑 警方相信并非政府雇员的费斯特 利用魏文迪的行政特权 登入24部电脑 费斯特是前幕僚长米勒的男友 他从未正式被政府聘用 没有经过保安筛查程序 警方说省长办公室两名职员指出 维恩宣示就职前的几天 费斯特登入他们的电脑 说是帮助他们为下届政府做好准备 职员表示 费斯特离开以后 他们无法登入电脑 于是找来信息科技部门人员 结果他们被告知 系统档案显然已经被删除 警方的指控尚未经过法庭辩证 维恩昨天说 如果新指控属时 则令人十分困扰 他表示 这不是政府应该运作的方式 不是省长办公室应该的做事方式 维恩澄清 受案人员与自己毫无瓜葛 多市市长福特今天接受 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的访问 面对主持人针对吸毒丑闻 所发出的尖锐提问 福特称 人无完人 但是自己绝对不是罪犯 福特在访谈当中重点强调 自己从政以来为多市纳税人所做出的贡献 福特称 多市正在迅速发展 尤其是旅游业 发展形势迅猛 而自己绝对是纳税人可以信任的市长人选 主持人又质问福特 如何再度赢得市民的信任 福特称 自己14年的工作成绩 足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市长人选 而当主持人指出福特曾经向公众撒谎 试图隐瞒吸毒丑闻 福特则回应称 人无完人 自己从来没有被起诉 不是罪犯 另外福特还表示 相信与自己的私生活相比 理智的选民将更加看重自己的工作成绩 宾顿市法院今天发生了枪案 一人闯入法庭 开枪打伤一名皮尔区警员 疑犯随后被警方射杀 根据安省特别调查小组的声明 今天上午11点钟左右 一人闯入位于Hew Ontario Street的宾顿市法庭 开枪将一名警员打伤 警方在试图制服该人的过程当中将其击毙 宾顿市法院一层因案件封锁 特警小组在下午1点钟抵达案发现场 目击者称案发时听到有警员 在法院二层呼喊 要求人们躲进室内并锁好门 截至今天下午 持枪人的性别和年龄都未公布 但警方相信案件对公众安全没有造成隐患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地球一小时活动举行的日子 这个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倡导的活动 希望人们能够在明天的8点半到9点半 将灯光熄灭或者转暗 因此唤醒人们的节能环保 低碳减排 爱护地球的意识 同时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还希望人们能够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 使用Moment of the Darkness标签 以对活动进行宣传 此外 不少各界名人都纷纷加入宣传地球一小时的行列 市中心不少地点会举办相应的演出活动 消防部门提醒民众 在相应活动的同时 要小心使用蜡烛以免引发火灾 黑莓公司今天宣布了截至3月1号的2014财年第四季度 以及全年财政报告 财政报告显示 黑莓第四财季营收为9.76亿美元 同比下降64% 净亏损4.23亿美元 净利润9400万美元 黑莓第四季度营收为9.76亿美元 相比上亿财季的12亿美元下降18% 同比去年同期的27亿美元下降64% 其中 硬件占据了总营收的37% 服务占据56% 软件和其他营收占7% 黑莓第四财季出售大约130万部黑莓智能手机 不及上亿财季的190万部 面向中端客户的黑莓智能机出货量为340万部 其中230万部为黑莓7设备 截至2014年的3月1号 黑莓现金 现金等价物短期和长期投资总值为27亿美元 上亿财季末时为32亿美元 好了 加过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近段广告 广告之后 江明带来国际新闻 大温房产 3月27日WOW TV隆重推出 这意味着Evergreen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道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话 热点聚销 热门话题 十七周中 逢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天11点半重播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中文财经文财经报导 中国国际上 第3年 PBOC 防御 东方三十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一万个学生有一个考上北大的 一万个人才里才有一个考上公务员的 我的路也是从贫穷开始的 我希望你拿出根据 来证明能给我女儿幸福的生活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马航客机失踪已经三个星期 澳大利亚根据新的雷达数据 调整搜索范围之后 多架飞机在新的搜索区域发现疑似漂浮物 调整失踪客机的搜索范围之后 随即就有发现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表示 参加搜索的五架飞机 包括新西兰空军 一架P-3猎户座巡逻机 在新搜索区看见疑似属于失踪客机 不同颜色的漂浮物 但由于只是目测发现 当局要分析拍到的照片 及派船前往做进一步确认 预计最快星期六才会有消息 最早抵达搜索区域的船舰 中国海巡01接获澳大利亚当局通报后 已经全速赶往有关海域 中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 也改为向北航行继续协助搜索 新搜索区在旧搜索范围东北面 1100公里 在澳大利亚博斯以西 约1850公里 除了更接近陆地 范围也较之前缩小了八成 面积大约319000平方公里 相信天气和海面情况 会更有利于搜索 澳大利亚当局是在分析 波音公司提供的雷达数据后 发现客机失踪当日 飞行速度比原本估计的要快 换句话说 燃油也消耗得更快 进入南印度洋 距离缩短了 所以决定调整搜索范围 但强调和卫星图片 早前的发现仍然吻合 对于马来西亚早前指 受到中方最初提供的 卫星数据误导 花时间在南海搜索 中国外交部指 资料有根有据 洪磊又表示 中方已经根据澳大利亚通报 调整搜救工作部署 美国卫生部门发表报告称 患自闭症的儿童个案 急升三成 专家指出 如果家长及早发现症状 对孩子的成长越有帮助 2010年 美国每68个儿童当中 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 比2008年 每88个儿童当中有一个 大幅上升三成 而男童患自闭症的数字 是女童的四倍以上 美国疾控中心相信 可能是家长的意识加强 令确诊数字上升 有自闭症儿童的家长表示 家长最重要的是积极面对 自闭症是一种因神经系统失调 导致发育障碍 影响语言和社交活动 医学界至今仍未找出确切成因 只知及早面对 对患者的成长越有好处 目前大部分儿童在四岁后 才确诊有自闭症 但专家说 其实两岁已经可以看到 有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希望 报告可以令家长 及早留意子女 在语言及社交方面的发展 又呼吁政府 为这些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一项研究显示 五分之一英国成年人 不接受参加同性婚姻的婚礼邀请 由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调查 还显示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拒绝参加 调查询问1007人 68%的受访者认为应允许同性婚姻 26%的人反对 受访者当中 有22%的人表示 他们会拒绝参加同性婚礼的邀请 这一调查还发现 年轻人更加倾向于接受同性婚姻 80% 18到34岁的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 而这一比例 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只有44% 英国是世界上第15个 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英格兰和威尔士 允许同性结婚的法律 将在明年3月29号正式生效 英国在2004年 实现同性民事伙伴关系合法化 但这种关系 与同性婚姻所享受的权利有所不同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 同性婚姻将享有和异性婚姻 完全相同的权利 近日有消息称 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出现了不速之客 究竟是什么样的不速之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批法国农民 周五带着十多只绵羊 由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 入口进入馆内 官方职员及游客都很惊讶 有人拍照留念 农民是不满法国政府 计划改革农业政策 将农业机械化 担心会令他们失业 他们批评农业部 没有顾及农民权益 所以戴阳到罗浮宫表示抗议 保持筑练ル one 带游客容易更帅 三逢 導致